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2.4的这个合成函数的部分 那大家放了个价 还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OG跟GOF 它要你写两个 然后FOG就要先做 G要先做 GX其实是X-E FX就是3X 那它的GX呢,换成了X-E之后 放进去FX的时候呢 怎么放呢? 就是说整个东西把它从这个X的取代掉 所以就会变成3乘以这个X-E 然后呢,你再展开进去的话呢 就是3X-3 OK,3X-3 然后如果是GOF的话呢 它就是倒转 GOF就是倒转 所以先放这个FX进来 得到3X 过后呢,这个放进去G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X-E 所以因为这边是3X 把3X取代掉这个X 所以这个不注意 应该是3X-E 应该是3X-E 3X-E 所以两个是有差别的 一个是3X-3 这个是3X-E OK,这个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影圈 影圈好像还不是很掌握的到 我常常会在CHKL Confession那里留言 KCCP10年不堪一次 中华的好像蛮 happening 最近 最近比较出名是 中华有一位老师自杀 他其实应该是已经离职了 好像是去年年尾 还是前年年尾 已经离职了 过后 好像是有犹豫症吧 还有绑 绑那个班的事件 还有当然最近是 因为 因为学校好像有好几个人中了 那个COVID 然后 学校好像不打算公布 所以老师也不知道是谁中 有好多老师中 然后呢 突然间又看到 隔天又好像没有去学校 然后呢 学校一直盖 一直不要告诉大家 有谁已经确诊了 所以 因为之前公布 大家太过恐慌 所以觉得有点 大家反应过激烈 这样子 所以这一回 有时候呢 就是这个 如果这个人中 然后呢 会有很多人会去 觉得 啊 你害到我们的 所以 也为了要保护那个人了 所以不要告诉大家是谁 这样子 只是告诉你哪一班 然后呢 就叫你们去检测 然后呢 就 好像有紧急疏散 前天 突然间跟他们讲 哦 你们这班紧急疏散 第六节过后 全部打电话叫 叫家长来带回家 我却问学生就是说 荒到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告诉他什么事情哦 啊 就跟他们讲 你们有人中中了 可欲 第六节紧急疏散这样子 结果是一个老师 不要讲是谁 OK 好了 好 然后再 再来看下第二 第一题 BR这一题 Fx等于5x gx等于5分之1x 那fog呢 就是把gx gx换成 这个fog呢 最好后面来放一个x fog 一般来讲我们fog呢 如果你要定义它的话呢 你要用冒号 像这种冒号x 会对象去哪里 那这一种情形呢 它应该要放一个x在后尾 然后呢 换成gfx fogx 然后gx换成了5分之1x之后 这个fx呢 是5x嘛 这样它就把那个x换成了5分之1 5分之1x 5分之1x也最好 不要这样子写 我好像有跟你们提过 最好写x除以5 写x除以5会比较好 ok 因为你这样子写 好像是1除以5x 整个x好像是在分母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写x除以5的话呢 这个就会 比较清楚啦 不会有这个混淆 然后呢 5跟5呢 越减了之后呢 其实是会得到x的 然后gof的话呢 fx是5x嘛 然后呢 g是5分之1嘛 他的x呢 就不用再写了 他的x换成了5x 所以我们不写那个 这个x的 这个x不用写 然后呢 也是一样 5跟5月减呢 也是得到x 所以这题来讲呢 你会看到gox go fog和gof呢 都是x的情形 所以这个是比较少数 两者都一样 就是说我们虽然讲没有交换率 没有交换率 意思是说你交换了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一题是比较少数这么巧 这么巧它会一样 所以一般来讲不同 但如果是一样的话呢 是碰巧而已 我们是讲 它是碰巧一样而已 OK 所以这里是fx是等于x平方 gx是等于x加2 然后fog的话呢 gx先换成x加2 然后呢 放回进去f的时候呢 是哪平方 所以整个东西哪平方 如果你要展开的话呢 就会得到x平方加4x加4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OK 倒转的话呢 gfx fx呢 我们换成x平方 然后呢 放进来这个gx是x加2嘛 然后呢 我们就用x平方加这个2的 所以最后呢 你的解呢 应该是x平方加2 可以吗 看起来大家还是很多题 还没有做到不太对 我们过后呢 合成函数呢 你们也一定要掌握好 因为这个呢 算是这一张的考试会 着重的部分 来考试的重点在这一边 好 这一题是fx等于2x加1 gx等于x平方减2 如果是fog fogx的话 我们先把gx换成x平方减2 再来把它放进去这个位置 也就是2乘以x平方减2 再加上1 ok 那2呢 乘进去的时候 得到2x平方减4 减4加1呢 就得到减3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倒转的话呢 怎样做呢 fx换成了2x加1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g了 这个应该是g 然后g是x平方减2嘛 也就是说他要拿这个 这个不是很对啊 2x减1 2x加1 sorry 2x加1的平方 再减去2 这样子可以立起啊 啊 说他整个呢 取代这个x的位置 整个跨湖里面的东西 放进去x的位置啊 是这样子的意思 说这里如果展开的话呢 是得到4x平方 加上4x加1减2 得到减1 所以是4x平方 加4x减1 ok 所以说这边我跳步了一点啊 没问题啊 好 再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fx等于3x 3x平方减5x加2 gx等于4减x 我的fx呢 就是gx呢 fog 我的gx先换成4减x 然后呢 再放进这个位置的话 他是3 4减x的平方 减去5 乘4减x 再加上2 好 是这样子 然后没有继续做了 好 Jocelyn OK so继续做的话呢 我 我再把它放去哪里 不是很够位 放过来 好 我们有 展开平方的话 4446减2个前称后是8x 再加上后平方是x平方 然后减5呢 曾进去呢 5420 减减变加5x 再加2 3再曾进去的话呢 48 48减630 324吧 324x再加上3x平方 再减20加5x再加2 所以3x平方 3x平方 减24加5呢 就得到减19x 然后呢48减20 得到28 再加2呢 就会得到30吧 OK 那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等一下啊 我对一下答案了 这个是正确的 如果是倒转的话 够会写吗 我写这边就好 不好意思 我在这边写 稍等 稍等 先超一下那个题目 fx 等于 3x平方 减去5x加2 gx 4等于 4减x 那fog我们已经算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gof gofx 怎么写 fx先换成整个3x平方减5x加2 对吧 然后呢 g的话呢 是4减x 那这一边他的x是这整坨东西 所以是4减这个3x平方减5x加2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那个负给乘进去 4减3x平方加5x减2 对吧 这个是负负得正 这个是正就会得负 所以最后呢是负3x平方加5x 对吧 4减2得到 正的2 所以再加2就可以了 so这一题 gof会是负3x平方 减5加5x加2 OK 这里我稍微的写一下那个答案就好 好 负3x平方加5x加2 好 在下一题 gof 众生呢 就跳步的有点快 首先他看到了呢 我的我们先要做f嘛 先做f呢 是整整个x平方减3 然后呢把它丢进去g的时候呢 就是丢进去这个g的x的位置 所以就会得到x平方减3 再加5 OK x平方照写 加5减3得到加2 所以这个x平方加2呢 就是你的答案了 OK 说这个终身的步骤呢 还好 还更快了一点 啊 so 当然如果你能够掌握啊 这样子的方法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看你能不能够掌握 那如果这个fog的话呢 gx本身是x下5 然后呢 丢进去f的时候呢 就是x x换成了x下5吗 x加5的平方减3 然后展开得到x平方加5 10x加25 前面照抄25减3呢 得到22 OK 所以这个x平方 加10x加22 就是你的答案了 OK very good 可以啊 第七题 第七题这一题嘛 我看看啊 这题其实是蛮多的 呃 主要是 主要其实他这里呢 是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啊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他其实要给你看到说 他的答案呢 是一相同的 好吧 so 你可以先把它带进去这里 负2 负2的平方加3 啊 就会得到 负2的平方是4 4减3 所以4减3得到1 1再带回 进来这里呢 就是1加5嘛 等于等于6 啊 等于6 然后这个如果先带G的话 负2带进来 负2加5呢 就会得到3 3带进来这个位置 3的平方是9 9减3得到6 OK 所以这里两个呢 都是6 这么碰巧 两个都是6 然后这一题 如果是GOF的话 你可以用 用什么 这个其实他是要用这一边的定义 然后他得到X平方加2了之后 你如果直接带负2进去的话 然后我们带进去这个负2 负2带进去这里 你会得到负2的平方加2 负2的平方是4嘛 4加2也会得到6 好 所以这题他其实要做的是 其实是要直接的那个 结论了 所以这个题呢 最后呢 会得到6 也会得到6 然后呢 FOG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终身做到什么 FOG是X平方加10X 加22 如果你把负2带进来 你就会有负2的平方 也讲算 我们直接X平方 加上10X 再加上 也再加上22 所以我们 calculate 把X呢带负2进去 我们也会得到6 所以最后呢 他要告诉你 其实这一题 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你 这两个呢 是相同的 这两个是相同的 这两个相同 这么巧 这两个 其实是也是相同 虽然这里分不太出来 好像四个都相同 四个都是得到6 但是其实事实上来讲呢 是这两个相同 这两个相同 OK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啊 第八的这一题 第三题 这是第三题了 这一回FX呢 是3X减2 然后GX是X加X加1 所以如果我要找FOG的话 FOGX 我的GX换成了X加1 然后呢 再带进来这个3X加1 减2 看看懂吗 就是说我要把X加1 放进来这个X的位置嘛 然后3X加1 减2 放假回来不会了 OK三层进去的话呢 得到3X加3 再减2 所以再整理一下 3X加1呢 就会是你的FOG 所以FOG3的话呢 我们带进来呢 就是三层 3加1嘛 对不对 把这个3X换成3而已 所以33得到99加1 得到10 OK 那如果带负1的话呢 就是 带负1什么 带负1的话呢 3乘负1得到负3 负3加2呢 就会得到 负3加2 得到负2 OK 然后如果带四分之一的话呢 就是四分之三加1 就是1又四分之三 OK 1又四分之三 你可以换成 带分 加分数 就是四分之七 没有吗 OK啊 OK啊 就是你得出这个了之后呢 你就带3带负1跟带 十分之一而已啊 啊 这题就是基本上就解决了 OK C的话呢 就是找GX GF GF就到转 所以先要把FX 然后写3X减2过来 然后因为他的带进去G的时候呢 他是加1而已 所以那整个来讲呢 是3X减2再加1 所以应该是3X 减2加1是减1而已吧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4X 应该是3X 减1 那3X减1了之后呢 你带2 你就得到326 6减1得到5 然后再带负2的话呢 负2乘3得到负6 负6减1得到负7 再来带0的时候呢 0 减1得到负1 所以这三个呢 都做对了 OK 稍等一下 好 F平方的意思 F平方的意思 它是 不是取平方 而是带两次 带两次F 所以第一次F呢 是3X减2 再带回进去的话呢 就是3 乘3X减2 再减1 再减2 所以如果你乘进去的话呢 33得到9 负2 32负6 负6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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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减2 应该是负8吧 好 所以这里应该是9X减8才对 OK 那再来的就是 再来的是这个G带两次 带第一次呢 是X加1 对不对 就得到GX加1 再带多一次呢 就是X加1 再加1 好 所以最后呢 是X加2 为什么这里是加1 所以这里是弄错了 为什么它会弄到减1呢 所以是X加2呢 是最后的 这个 这个是GF 应该是GG啊 GG啊 G平方 OK G平方应该是X加2 OK 所以这一期 Jocelyn不贵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GX呢 是这个X加1 X减1 你带多一次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X加1 除以X减1 带进来这个X的位置 所以是相当复杂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X加1 X减1 再加1 X加1 X减1 再减1 你看这个是平方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整理 这个你会这样 哇 老师好像很复杂 没关系的 你整理了之后 你会发现到 我上面通分 然后分子通分的时候 我得到X加1 再加X 再减1 对不对 这个乘过去的 然后呢 这里也是一样乘过去 得到X加1 减X 加1 对啊 然后 我们的这两个 可以去掉 这两个可以去掉 这两个其实是 也是可以越减的 然后呢 这里X加X 得到2X 1加1呢 就得到2 所以他越减呢 其实是得到X 换句话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原本是GX X就会对应去这个东西 他再对多意思呢 他又回去X 所以他其实是来回来回而已啊 所以这题呢 根本不用去考虑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到呢 双数的话呢 他都会回去X 然后呢 他单数的话呢 这个是单数嘛 单数的话呢 就是这个X加1 所以X减1 如果是双数 像这个50也是双数嘛 双数呢 也会是X 所以这题呢 你只需要 观察到 原来他会有这样子 一直来回来回的一个性质 你就知道说 这个次方呢 如果是双数次方呢 他都会是X 如果是 单数次方呢 他就会是 这个 这样子可以 这样子可以啊 所以你的 你只需要去算一下 G平方 过后的东西都不用算 这样子的意思 OK 然后第五题啊 第五题 KFX是等于3X减2 GX是等于KX加2 由R到R FOG等于GOF 然后要找K的值 所以终身的做法 他先把GX 丢进去这一边 所以是3乘以KX加2 再减2 OK 所以正确 3乘进去呢 3KX 3266减2呢 得到4 所以他做的蛮精简的 老实讲 而且对哦 然后呢 FX是3X减2 再丢进去GX的时候呢 就是K乘以这个3X减2 再加2 OK 然后K乘进去呢 也是3KX啊 然后这里是 负2K 然后呢 加2 如果这两个是一样的话 3KX等于3KX 这个是明显的 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后面这两个也要一样 后面两个也要一样 所以呢 4呢 会等于2K 加2 负2K呢 就会等于2 所以K就会等于负1 我们就找K的值 好 所以这题呢 就大概是这样子做 尹萱 没有做到这题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里呢 他给我的是FX等于X下2 我习惯呢 写成这个形式 这个题目每次是这样子定义的 他定义了之后呢 我会再把它换成FX的写法 这个是我的习惯了 然后呢 过后呢 他要找FG 这个其实是 他给你FGX 他给你FGX的意思 FGX等于3-2X 所以X加5 好 也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GX丢进来FX的时候呢 他就是GX加2来的 对吗 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如果我要找GX的话呢 这题其实蛮简单的 只要把2拉过去变-2就可以了 OK X加5 3-2X-2 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寻理呢 把它再整理一遍 也就是说 我会通分 通分一下 X乘进来就变-2X -2乘5呢 就得到-10 OK 然后分母照抄 然后最后的答案呢 我们就得到 负2X-2X就得到负4X吧 对吗 减10加3应该是得到减7 最后X加5呢 照抄呢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OK 这题算容易的啦 然后呢 在这一题呢 FX给了你是3X-1 然后FGX又给了你 FGX给了你是6X平方减3X加2 如果我把GX丢进来 如果我把GX丢进来就会得到3乘GX减1 会得到这个6X平方 加3X加3X加2 所以减1来过去呢 就变加1 得到加3 对吗 3拉过去就变成除法 6除以3得到2 3除以3得到1 3除以3又得到1 所以你的GX呢 就会得到2X平方减X加1 就这么简单了 可以啊 好 再来看第8题 第8题给的是GX 这里有点乱 说不明白 我在白板写 等下我们再对回去 OK 这题的题目是GX等于X减2 然后呢 他问的是H是多少 HOGX等于这个2X平方减8X加5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直接套的话呢 OGX等于这个 你最多呢 是得到这样子 就得到这个 但是问题是右边 怎样把X换成X减2呢 对吧 召松这题就比较难搞了 所以我一般来讲呢 我们用Y设计 我们设Y等于这个X减2 就把这一个东西呢 变成了HY 过后当然这个呢 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把它减2拉过去呢 就变加2 Y X就会是等于Y加2 有什么用 那所有的X呢 因为我们左边呢 已经把它变成Y了 我们就要把右边的所有的X呢 换成了Y 所以呢 这里就变成Y加2 的平方 减去8 Y加2 然后呢 再加5 什么是19 15 19 其实也是看不懂 什么15 19 是在哭的意思吗 听解 好像是在哭的意思 OK 所以这里呢 我们展开了 完全平方 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 加后平方是4 然后 如果你要乘的话 我们先不要乘起来 我们下一步再乘 所以呢 2乘进去 我就会得到2Y平方 加428Y 再加428 减8乘进去 减8Y 减826 再加5 所以这里加8Y 减8Y去掉了 对吧 2Y平方 8加5是等于13 13减16是等于负3 所以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要把Y换回去X 虽然你讲 哎 老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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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Y可以换成X 这一个 你会看到函数 很奇怪的 就是 画核里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换成X OK Y换成X 所以 这里也是一样 Y换成X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然后来直接 Y换成X就可以了 OK 1915 19 等于SOS 我这样子 OK so 看一下 Jocelyn 是 整个的做法 大概是这样子 可以啊 我的头在发光 因为踢的很光就会 上面有灯就会反光一下 嗯 可以啊 好 所以这一个 这个方式呢 是比较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简单 好过你去做完成 完全平方 哎 这题如果是X平方减三 他中间没有X的话呢 可以做这个 呃 配方法 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我做另外一个方式的话呢 啊 做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做配方法 我相信 怎么说呢 呃 我抽2出来 就会得到4X 对吗 啊 然后呢 加5 如果我要 进行完全平方 我就会 要 加4 减4 加4减4 然后呢 呃 就会得到X减2的完全平方 这个减4呢 乘2呢 就会得到减8 加5 最后呢 2X减2的完全平方 减3 so X减2 换成X 啊 就可以得到 2X平方减3 哦 X排第19 哦 你直接写SOS 不是好咯 怎么还要写19 15 19 那很像打什么密码 这样子 嘿 啊 OK 好 就啊 这里 课本呢 其实也是提供这两个方法 啊 就第一个方法呢 是用这个方 呃 左边的这个方法 对 不是 第一个方法 是用 呃 右边的这个方法 呃 呃 这个是我们讲的 呃 呃 呃 配方法啦 啊 是配方法 啊 然后左边的这个呢 我比较推崇左边的这个方法呢 是因为 呃 右边的这个配方法 啊 未必是 呃 未必什么情形都可以的 也就是说 他 他最 他是 如果是有X平方 然后没有X的像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配方法来做 我一般来讲是这样 啊 我观察到的是这样 OK 说啊 大概是这样啊 说这里的 看一下啊 啊 我这有提示 我有写了 只是你没有继续的做 啊 看不明白啊 这个红色的应该是我写的啊 就是只要你继续做把Y最后把Y换成X就可以了 OK 所以说只是可惜你没有继续做本 啊 第十九题 你不是第十九 第九题 以置函数G 呃 函数FOG 然后呢 求函数F 所以这里函数G给了你 然后函数G OF FOG给了你 然后呢 还要你找找函数F 说这题也是跟刚才的提醒一样啊 如果你把它丢进来的话呢 是2X 减4啊 等于这个4X平方减16X 加1 那这题的话呢 我看到的答案呢 是应该是可以做配方法 啊 这个是可以做配方法 不过我们先 我们先用那个 呃 什么情形都可以用的 就是先 呃 把这个Y 2X 减4 然后把这个Y设成2X 减4 然后呢 我们再调整一下 就是X呢 就会等于Y 加4 再除以2 啊 这个是比较复杂了一点 哦 因为你要把它变成F Y 呃 这一边呢 就会有 Y加4 除以2的完全平方 再减去16 再乘以这个Y 加4 除以2 再加 1 这里如果展开的话呢 它的2的平方就会得到4 就会跟外面的4呢 就越减掉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上面的展开平方就可以了 所以Y平方加428 Y加4 Y加446 OK 然后呢 这里呢 越减了 剩8 所以负8 曾经去呢 负8Y 减12 4 832 再加1 好 8Y跟8Y去掉 就会得到Y平方 呃 负32加16 好像是负16 好像是负16吧 负16加1呢 是-15 好 所以最后把Y换成X呢 我们就有FX呢 是X平方减15 OK 完成了 头很痛啊 也就休息嘛 反正有录制的 你可以指点 再看回 然后在下一题的这一题 我们 也是一样的做法 G把它丢进来 G是X减3 然后这个是X平方减5X 加3 然后这一题 我们也是一样的 是Y等于X减3 Y X就会是等于Y加3 OK 把这个X减3换成了Y 把这个X换成了Y加3 所以是Y加3的平方 减去5乘以Y加3 再加3 我们展开平方呢 得到前平方 加两个前称后 6Y加后平方是9 负5呢 乘进去呢 得到负5Y 减5三十五 再加3 这一题呢 就有5Y平方 6减5 就会得到还有一个 9加3是12 12减15呢 会得到负3 所以呢 再把Y换成X呢 我们就有FX等于X平方加X 再减3 有没有问题 可以啊 然后最后一题了 应该是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了 以至函数FX等于X减3 GFX等于X平方 减6X加7 首先他把FX换成了X减3 发现到没有办法做 然后呢 设Y等于X减3 X就会是等于Y加3 所以呢 变成了GY了之后 去挂湖Y Y加3带进来 Y加3带进来 展开得到Y平方加6Y加9 339 -6曾经去呢 -6Y 减去638 这边弄错了 638 Y平方这个可以跟这个去掉 9不是减9啊 这个是减18啊 9减18呢 增加负9 负9加7 得到负2 所以后面不是加7 哎 不对啊 你让我想一下 638 负9 是加7吗 这么那边给的答案是X平方减5的 你让我再看一下X平方 X加3Y加3 两个前称后6Y没有错 负6乘Y 负6乘3 633 18 339 9加7 46 负2没有错啊 负2没有错啊 这么后面给的答案是X平方减5的 我最后能再把这个换成了 哦 这个呢是G哦这个是GX啊啊最后他要找FoG OK FoG呢我们就呃这个他就弄错应该是负2啦 FoG是负2的话减2 然后因为带进去F的时候呢 他是X减3的啊 就X平方减2再减3就会得到减5啊 所以他后面的答案呢是给减5啊 我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后面给答案是减5啊 OK 所以因为他不是他不是要你找GX就收工了啊 他要你找FoG OK 大概是这样子 OK OK